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otlin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V子语法 V子语法应该说是一个 不是新语法 在远在VB时代就有V子语法 但是我感觉这个语法其实非常好用 为什么 它对于一个变量的各种各样的方法 要重复调用的话 每次都写变量名很麻烦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用V子语法 简单咱们的代码开发 Cotlin既然是 这个采重价之常的一本语言 它当然要有V子语法 对不对 好 那咱们今天就学习一下 看一下知识点 就一个V子语法 该怎么用 马上看实例 说多的概念没有用 好看 比如说 咱们这有一个什么 数据扣 Oracle的类 没问题吧 这个Oracle的类 给咱们提供三个方法 哪三个方法 连接数据库 更新数据库 关闭数据库 没问题吧 OK 那咱们就应该去使用这个类 该怎么使用 看 我一上来就说V子语法 这定义了一个 Oracle类的实例 没问题吧 让我V子一下Oracle 把变量传进来 然后呢 我下面什么都不用写了 直接去调用 这个类的方法 Connect Update Close 就可以了 它没感觉这样 调很方便吗 按理说呀 咱们如果没有V子语法 该怎么调啊 应该是 这个地方 咱们实例换完Oracle 直接是Connect 对不对 然后再点 Oracle实例点 然后是Update 没问题吧 Oracle再点 Close 你看这个代码 勇于 而且非常的烦 非常的长 不好看 对吧 如果用V子语法 看起来又简洁 是又明快 代码量还少 可读性还佳 好的 对吧 都是优点 咱们试试 先运行一下 别说半天就不能运行 我再考一下 OK 咱们试一下 考到咱们Intellity里面来 我看应该是没有报错 大家请看 这个Intellity多好 还有咱这提示一下 说我这个V子 V子哪个 这是一个Oracle的类 非常的棒 实力非常好 谁让它收费呢 对吧 它收费 有道理 Intellity收费有道理 我还准备这个花钱 再买它一个版本 先看 内容输出了 输出三行log 一个是Oracle数据库连接 Oracle数据库的更新 Oracle数据库的关闭 对我们就这三样代码吗 换句话说 咱们用V子语法 感觉这个代码 很简洁 很整齐 您不觉得吗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语法 推荐给您 极力推荐给您 好 今天咱们的内容比较简单 就是给您讲解了一下 V子语法 它传进一个实例 它可以是类 可以是各种各样类型 然后在这里面 你就不用直接写实例了 而直接去用到它的方法属性 都是没有问题 推荐给您 隆重推荐给您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关于CotlinV子语法的内容 应该不是很难 您应该学会了 今天的代码 我会放到开中国的服务器 然后今天的视频 会传到YouTube优酷 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进行观看 好 那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